對對對 來 陳哥 右邊 好 陳特哥衝一下 衝一下 對對對 陳哥 陳哥 衝 陳哥 左上 陳哥 中間第四排 中間第四排 一 二 三 跳 OK 好 下班 沒有啦 要保衛一下 沒有下班 來 陳哥 有聲音 請問 有沒有要問什麼 沒有問什麼 我就自己講 好 請講 剛剛時間很有限 因為我沒人想到 乃哥沒有乃哥 他有個帶領的人上來 所以我還以為 兩個人分一期講講 我還有時間可以說 那沒有說的話 要說的是 謝謝讓我沒有後悟之憂的家人 這時候我剛在台上 沒有說到 非常重要 因為我的工作量有點大 所以如果沒有一個 在後面默默支持的家人 爸爸媽媽 我想 很難走到今天 因為我對表演實在是太熱愛了 組織節目又是一個可以 製造歡樂帶來歡笑的一個很重要的 很有福報的工作 對對對 要哭了 要哭了 對 陳哥 陳哥 沒有 所以我很高興 在這麼精采的 這麼實力 這麼堅強的 候選人當中 能夠脫穎而出 而且我相信 應該真的是些微的勝場 承讓了 他們承讓了 很高興能夠得到 第二座綜藝節目組成的獎 謝謝軍政團 也非常謝謝媒體 對我承讓他們的支持 謝謝華視 讓這個節目呢 一直在不斷地承讓久久的 這樣子製作下來 9年了 這節目終於入圍 現在謝謝 有這麼一個 如富如兄的徐乃琳 徐大炮 跟我之間這樣子的一個 奇妙的一個 奇妙的組合 讓我們的節目呈現 就非常豐富的視覺 真的 非常謝謝 感謝 感恩 謝謝 來 有說你是些微的選勝嗎 但是你本來預計是誰 會是本來的 誰會的那個扶持人 綜藝節目 大家好 綜藝節目 只說我看 在今天揭曉之前 我看好誰 哇 看好刺文男孩 看好刺文男孩 刺文男孩是最佳 興趣節目 看好誰 都好強 我特別 他們說我特別看好誰 硬要選 我真覺得 碰果他們不錯 碰果 因為就像芳姐說的 他們是最接地氣的 他們的節目非常的辛苦 他們能夠遠到新加坡 遠到金門 遠到任何一個地方 拉那個貨櫃 開了就錄了 而且我有看過他們 全程照播下大雨的鏡頭 所有的歌手 所有的主持人 訪問是撐著傘進行的 他們的辛苦 比起我們賽棚裡面 製作節目 我覺得很像 更付出一些 然後他們兩個的默契 更沒話說 所以我覺得我 在棘手之前很看好 可以嗎